一起来看中央处理器这块的内容 首先看一下整张的框架 中央处理器这一张主要分为五块内容 基本上是一个字顶向下的结构 首先会介绍CPU所要具有的一些功能 和对应这些功能所应该具有的一些结构 基于这里的结构 第二部分是对指令执行过程 一些具体的操作进行分析 接下来对应这些执行过程 CPU当中会有一些数据流动 这些数据的流动需要数据通路来支持 而这些过程都是在控制器的控制下完成的 所以再接下来会分析控制器要能完成这些任务 它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构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CPU的框架搭建好了 最后一部分内容是对这个框架进行优化 也就是引入直林流水线的概念 在这一小节当中 我们先介绍CPU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以及基于这些功能所应该具有的一些结构 首先回顾一下我们第一章的一个框架 当时我们给CPU规定的任务是 它要能组织其他的这些部件进行协同工作 那么要完成这样一个大的任务 我们需要拆解出一些小的功能 这里我们把CPU单独拿出来 那么首先要控制整个系统不断的自动的工作 需要CPU有一个指令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能自动的在取指令 分析指令执行指令 这些步骤之间循环 来完成整个程序的顺序的控制 而这些每个步骤所对应的 不同部件需要产生的一些操作是不一样的 而每一个部件的工作是由CPU来指示的 所以CPU要有操作控制的功能 也就是要能把一条指令 转化成每一个部件所需要的控制信号 发送到这些部件当中 而这些信号的发送 是应该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去发送的 所以CPU还应该具有的第三个功能 就是时间控制 那么有了这三个功能 CPU就能控制整个系统 按照一定的时间顺序 完成一些具体的操作 除了对整个系统提供一些控制 CPU本身还要对数据有一些加工的功能 主要就是能够执行一些算术和逻辑运算 最后整个系统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可能遇到一些异常的情况 所以CPU还要有中断处理的功能 对异常情况和特殊请求进行一些处理 这就是CPU应该具有的五种功能 那么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是把CPU分成了运算器和控制器 这些功能是要摊到这两个模块当中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模块 分别应该具有的一些功能 运算器比较直观 它就是要对数据进行加工 那么这样一分剩下的功能 就由控制器来承担 总的来说它就是要能产生一些指令序列 这些指令序列能够协调并控制计算机的各个部件的执行 那么基本上可以分成取指令 分析指令执行指令这三大任务 取指令一方面要能自动的形成指令的地址 另一方面要能自动发出取指令的命令 这两个小的自动实际上是完成了整个系统的自动 接下来是分析指令 也是两个主要的任务 一方面是要对操作码进行溢码 它的作用就是分析本条指令需要完成哪些操作 分析的结果就是把这些操作转化成控制信号 分发给各个功能部件 这样就得到了这条指令要完成的任务 另一方面要知道这条指令它的操作对象在哪里 所以要能产生操作数的有效地址 第三个小任务就是执行指令 要能根据刚刚分析出来的这些操作命令 以及操作数的地址 完成整个信号控制的序列 并且把这个序列分发给运算器存储器 以及输入输出设备 指挥它们完成相应的操作 这是控制器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那么刚刚说 整个系统还能遇到一些异常的情况 所以控制器还应该能够进行中断处理 中断处理的作用 一方面是管理总线的输入输出 另一方面就是处理异常的情况 比如说掉电这种情况 以及一些特殊的请求 比如IO设备发来的一些请求 那么这就是CPU的一些应该具有的功能 以及分别分摊到运算器和控制器上面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就基于这些功能的要求来看一下CPU应该具有哪些结构 首先来看运算器应该具有的一个基本的结构 运算器的核心我们在第二章介绍过 它就是算术逻辑单元 我们把一些文字描述写到右边来 它的功能就是进行算术逻辑运算 基本的结构就是能够输出两个操作对象 这个应该叫能够输入两个操作对象 根据现在传过来的控制信号对这两个操作对象进行相应的操作 在输出段输出相应的结果 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它是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特点在于这些信号输入进去了之后 输出就会相应的产生 所以在对这个输出进行接收的时候 这些输入信号是需要同时有效的 这就是ALU需要了解的地方 那么之前也介绍过 在整个运算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产生一些中间结果 并且有些情况下 我们也会把操作数存放到计存器当中 所以运算器是需要提供一些通用的计存器的 这里的R0到R3就是一个通用计存器组的例子 那么可以看到书上举的例子是ABCD这样的形式 它跟我们现在取的这个例子的区别 就在于给它们取的名字不一样 本质上都是计存器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么为什么叫AXBXR 因为这个例子所对应的那个模型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计存器又分成了高字节和低字节 我们可以分别对它的高字节和低字节进行操作 这个时候就写AH和AL 如果我们想对整个计存器进行操作的话 就写成这样的AX 这个一般不会考这么细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并且书上还提出了SP也是属于通用计存器的 它是占定指针 以及之后提到的累加计存器 其实也是属于这个通用计存器组的 只不过我们平时说通用计存器组的时候 一般心里想到的都是R0到R3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里我们用R的这个形式来分析就好 对于这个形式大家了解就好 那么接下来看这样的一个通用计存器组 如何跟ALU之间进行交流 最直观的想法是不是 可以把每一个计存器分别连接到它的两端 那么由于每一个计存器既可能给A发送数据 也可能给B发送数据 那么是不是这两端都需要有数据线来连接 注意这里虽然画的是一条 但是实际上传过去的数据 是整个计存器里面的数据 由于画太多线 这里看起来会很难受 所以这里用一条来代替 那么用这样的两组线就完成了R0和ALU之间的连接 对应的R1、R2、R3也是类似的连接方法 这样的连接模式叫做专用数据通路的方式 是根据指令执行过程中数据和地址的流向来安排连接的线路 也就是说如果需要R0给ALU传输数据 那么它们直接就要有连线 如果需要R0给待会儿的控制器传输数据 那么它们之间也要安排一组连线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一个细节的地方 这个位置 我们刚刚是简单的直接把每一条线直接连过来 在电路上相当于这几个信号是同时传过去了 那么相当于每一个输入端接收到的是一个叠加的信号 它没有办法分辨 现在是谁在给它传输数据 所以这样连起来 这个系统是没法工作的 解决的方法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使用多路选择器 我们把它画在图中是这个样子 它的电路符号叫做MUX 可以看到它的作用就是把多路的信号处理成一路传输出去 工作的模式就是有一个控制信号来决定现在传过去的是哪一路 比如说现在两个多路选择器上接收到的信号分别是00和01 那么左边这一路就会把下标为00的也就是20这一路信号传送过去 而右边这一路就会把21这个信号传送过去 这样就能实现分别把20中的数据和21中的数据传到ALU的两端 对这两个数进行相应的运算 这就是多路选择器的用法 另外一种方法是使用三态门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 三态门就是这里的一个小的三角 每个小的三角都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控制信号 这里由于太密集了所以只画出其中一个为例 那么这个控制信号为1的时候代表这一路是可以传送到某一个端口的 大家可以理解成一个开关的作用 它为1的时候表示这一路是连通的 它为0的时候表示这一路是断开的 那么要实现跟刚刚一样的效果 就是给A0的这边输送一个1 给A1的这边它的三态门输送一个1 那么就完成了A0和A1分别送到A和B的效果 这就是专用数据通路 它的具体的一些构造 专用数据通路的特点在于 性能是比较高的 为什么说比较高呢 因为每一个每两个部件之间 想要传输数据的时候 都是直接有一条通路过去的 跟待会要介绍的总线的模式相比 它是不存在数据冲突的 关于数据冲突 待会说了总线 大家就知道什么叫数据通路了 但是相对应的 刚刚也看到 它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要么就要用这样的多个的三态门 来实现这些线路的管理 要么就要用之前的多路选择器 来实现它的管理 这就是专用数据通路方式的一些优缺点 那刚刚提到总线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单总线的方式 如何来处理这些连线 这里我们一步到位给出连线的模式 它是在整个系统内部设置一条公共的通路 任意两个部件的数据传输都是经过这条公共通路来实现的 比如说现在要把R0的数据放到R1当中去 就是先传到这条公共通路上 然后把R1的开关打开 传到R1里面 那么如果同一时刻R2和R3想要进行数据的传输 就需要先等待前面这个过程完成 才能再去请求这个总线的服务 这个结构的特点比较好总结 就是每一个部件只需要跟总线之间有一组相互的连接线就可以 所以在设计的时候 结构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在数据传输的时候会有冲突 也就是当某两个部件在传输数据的时候 其他部件是没有办法使用总线进行传输的 所以性能就不如之前的专用数据通路的模式 这里解释一下这些连接线的含义 绿色的这条线是从总线传输到这个计算器 蓝色的这条线是从计算器传输到总线 这里有两个控制信号 分别是R0 in和R0 out in这个信号是用来控制R0的数据的输入的 只有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 其他部件才能往R0里面写东西 而out这个信号比较直观 用了刚刚的三态门 只有这个信号有效的时候 R0里面的数据才会放到总线上去 其他几个信号也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大家都挂到总线上了 ALU也需要跟总线之间有一个交流 A端需要连接到总线 B端也是需要连接到总线的 这里又会发现一个问题 这两端同时连接到总线 所以如果总线上有东西的话 那么这两端是同时接收到那个东西的 也就是如果是这样连接的话 这两端接收到的信息是一样的 是把两个相同的数据进行处理 那么怎么样可以让这两端接收到不同的数据呢 可以在这里放一个暂存计存器 这样的话两个操作数的读取方式 就是先把其中一个读到这个计存器当中 然后再把另一个放到总线上 这样就会直接传到B端 所以A端的数据来自这个计存器 B端的数据直接来自总线 这样就能分别传输两个不同的数据 这就是暂存计存器的作用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书上的这句话 这句话的意思是 在某一次操作当中 ALU要处理的两个对象 分别来自于主存和它指定的一个计存器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先把主存当中的那个数据 读到这个指定的计存器当中 那么本来存到这个计存器当中的 那个操作数就会被覆盖掉了 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直接把主存当中的那个数据 通过总线传输到这个暂存计存器当中 然后下一步再从指定的这个计存器 把另一个操作数通过总线传输到B端 这样就能实现两个操作数的传送 而不会破坏其中另一个操作数 所以其实这里应该加一个可以 也就是这句话描述的 只是暂存计存器的功能之一 而不是它的所有的功能 那么我们把刚刚那段分析打出来 这样大家就不会没听心了 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只是它的一个功能呢 我们把这句话清一下 刚刚忘了说这条总线 我们叫做CPU内部总线 有时候也叫做ALU总线 那我们继续解释刚刚这个问题 为什么说刚刚这句话只是它的功能之一呢 比如说现在我们把两个操作数算好了之后 要存回某个存储单元 是不是ALU输出还应该跟总线有联系啊 这个时候同样有一个问题 如果这个线是直接连到总线的 那么当这两个信号准备好之后 这个输出就会出来了 这个输出出来之后会发现 刚刚总线是在传输给B的这个操作数的 那么这里输出出来了之后 直接到总线了 相当于是会把总线的内容改变的 所以按照刚刚的这种解决方案 是不是这里也可以放一个暂存计存器 并且可以通过一个三态门来控制它的输出 这样ALU的结果会先放到这个计存器当中 只有它的这个结果存好了之后 再控制这个三态门的工作 再把这个结果通过总线传输到其他地方 就不会改变它的这个输出 输入了 所以暂存计存器是可以设置多个来 帮助整个系统完成这些任务的 这句话的描述只是它的功能之一 而刚刚补充的这个暂存计存器 它还可以增加一些功能 比如说增加一个一位的功能就叫做一位计存器 既有暂存的作用又能完成一位这个操作 或者有的地方会把累加计存器就做在这个地方 当然大部分时候累加计存器还是单独的做一个计存器挂到总线上的 就像这个样子 那么等刚才的分析我们就先清掉了 累加计存器刚刚提到过 它也属于一个通用的计存器 只不过对于这些更通用的计存器来说 它有一个自己特殊的功能 就是在需要累加这样的任务的时候 会自动的当作另一个操作数传到ALU的某一个输入端 比如说在进行乘除法的时候 经常需要多次的加法操作 这个时候我们运输进来的只有新的那一个操作对象 而累加的结果是放在ACC当中的 那么有了这些部件 预算器就能进行基本的工作了 但是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初步的结论可以把它暂存一下 比如说这一次加减法算出来之后 有没有发生溢出 是一个证数还是负数 这样的初步的结果 那么专门设置了一个计存器 叫做程序状态自计存器 这个计存器当中存放的每一个二进之位 都有自己的含义 并且除了有这些运算的初步结果之外 还会有一些中断的控制信息在里面 它是一个可以按位寻止的计存器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给出这些二进之位的地址 而我们平时的操作都是给一整个机器字的地址 取出来的是一长串 至少是字节的整数倍的数据 程序状态字计存器是直接可以取出其中一位的 这个了解一下就好 那么这里把它画出来 它跟总线之间的连接 我们就简单的用一个双向的箭头来表示一下 如果涉及到具体的关于它的一些控制 我们可以根据题目的描述再去补充 那么这些就是ALU的一些主要 就是运算器的一些主要的结构了 最后补充两个 一个叫做一位器 刚刚说一位这个功能是可以做在这个暂存计存器当中的 所以这个一位器可以直接整合到这里 最后一个叫做计数器 主要是在乘出法的时候会涉及到操作部数的计算 它的功能就是一个计数的功能 也就是数数 数数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因为它的数数是需要CPU的时钟提供一些控制信号的 也就是每隔一个固定的时间数一次 那么结合这一个隔一个特定时间数一次的特点 数数实际上就是在计时 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这么思考一下 下面来看控制器的基本结构 这里我们在这边做文字说明 控制器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程序技术器PC 用于指出指令的地址 具体是这一条还是下一条 要看现在处于指令执行的哪个阶段 这里我们给出它的示意图 可以看到它跟总线之间的基本操作 是跟我们之前介绍的一些普通的计存器 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不过我们给它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它叫做程序技术器 专门用来存放指令的地址 那么它比较独特的地方就是有自动加一的功能 所以如果把这个PC盖住 你只要看到这里有一个加一 那么它肯定就是PC 这个可以用来处理填空体 那么知道一条指令的地址之后 我们要把那条指令取到CPU name里面来 那么取进来之后应该放哪里呢 提供的一个位置叫做指令计存器 它就是用来存放现在要执行的那条指令的 这一整个框代表指令计存器IR 我们把它存放的内容分成了地址码 操作码部分和地址码部分 这里先暂且把它画成一个从总线 传出不来的单向的结构 这是因为它需要传回总线的内容 只有地址码部分 所以这个控制信号叫做ADIROUT 这里的OUT和印都是下标 只是显示的时候飘起来 那么有了这条通路之后 当需要处理这条指令的操作对象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条通路 把操作对象的地址传到总线上 再由总线传到相应的位置 可以看到这里还剩下操作码呀 操作码这段应该传给谁呢 接收操作码这段的那个部件 叫做指令一码器 它可以把操作码这部分 简短的一个编码翻译成一些控制的内容 但是这个控制的内容 不是传给各个部件的 因为各个部件的操作 不仅要有具体的控制的内容 还需要有一些控制的顺序 所以经过一码器之后 还有一个部件叫做 微操作信号发生器 它可以承接一码器 一码出来的初步的一些结果 根据这些要完成的任务 以及时序系统提供的一些时钟的信号 再加上整个系统目前的一个状态 主要是总结在一些标志位当中 这些标志位来自刚刚介绍的 程序状态自寄存器 当然如果涉及到之后 跟外部的一些交流还会来自 还会有一些外部的反馈信号传到这边来 微操作信号发生器 整合这些信号就可以产生一系列的控制信号 那可以看到这里有绿的有蓝的 就代表前面这些控制信号都是由它产生的 除了这些基本的控制信号 还有发送到其他一些部件的一些控制信号 都是由这个位置来产生的 所以控制器的主要的部件 一个是这一块控制单元 另一个就是两个重要的计算器 PC和IR 而我们说指令是会来自于存储器的 所以还需要两个特殊的计算器 就是存储器地址计算器 我们把它画在这里 这也是一个单向的传输线 PC把指令的地址传输到MAR当中 MAR再通过外部的一个总线 叫做地址总线 去跟主存进行交流 而主存当中提供的指令和数据 是会先存放到存储器数据集团器当中的 这个集团器我们把它画在这里 这个集团器一方面可以跟CPU内部 这个总线进行数据交换 另一方面它连接到外部的一个数据总线 可以把主存当中的数据取进来 这里为了跟内部的这个控制信号区分 我们给它的末尾加了一个大E 也可以把内部的一些数据传出去 同样对于往外传的这个控制信号 我们也在为末尾加了一个大E 来跟内部的控制信号区分 可以看到这两个计存器 它的开头都叫做存储器 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实际上 逻辑上是属于存储器的 但是在做硬件的时候 发现它的结构跟CPU里面的这些 计存器的结构更相近 所以硬件是做在CPU当中的 这两个计存器是CPU跟主存之间交流的一个中介 那么把左边这块文字描述拿走 我们就得到了整个CPU的基本的一个比较细的结构 观察一下这样一个结构有一些大量的类似的单元 比如说这一块以及这两个 它们都是一些计存器 而这些计存器当中有一些是用户可见的 有一些是用户不可见的 我们用橙色把用户可见的这些计存器标注一下 用灰色标注一下这些用户不可见的计存器 用户可见的含义是 我们是可以通过指令来对这些计存器进行编程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一条指令 把某些数据送到ACC当中 或者把ACC当中的数据送到某个地方 进行数据的处理 它是用来辅助用户的编程的 而灰色的这些用户不可见的计存器 是硬件之间交流会自动控制的一些计存器 可以看到我们最初在引入这两个暂存计存器的时候 是由于把这条线直接连过来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这里加了一个硬件 它的引入不是为了让用户编程的 而是为了方便硬件设计的 在整个机器工作的过程当中 是自动的在使用这些部件的 所以用户没有必要对它们进行编程 大家可以根据这些计存器的功能 来简单记忆一下 哪些计存器是可见的 哪些计存器是不可见的 最后总结一下这个基本的结构 从电路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这一整套系统是由一个ALU电路 它是一个组合逻辑电路 以及这边的整个控制部分 叫做一个控制单元CU 它是一个时序逻辑电路 还有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些可见的不可见的 寄存器电路 这三类电路来组成的 但这里根据最开始的定义 其实还有一个部分 应该要完成中断系统的设计 这块我们暂时没有画出来 到最后一章分析中断的时候 再来分析这块电路 所以从电路的角度来看 CPU的基本结构 可以看成这四大块电路来构成 也就是负责数据处理的 组合逻辑电路ALU 负责整个系统控制的 时序逻辑电路CU 负责存放中间结果的计存器 以及负责处理异常情况的中断系统 来构成CPU 这是它的一个结构简图 大家简单了解就好 那么总结一下这一小节的内容 首先我们分析了CPU的五个基本功能 指令控制、操作控制、时间控制 数据加工以及中断处理 然后我们把这些功能 具体的平摊到 运算器和控制器这两个功能部件 对应于这些功能 我们分析了这两个功能部件里面 需要有哪些组成部分 从电路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最后拆分出来的四种不同类型的电路 其中 计存器 类型是比较丰富的 分为用户可见的和不可见的 大家可以结合它们的功能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让它可见 为什么让它不可见 可见的意思就是可以对它进行编程 通过对它的编号或者地址的指示 来处理它里面的内容 那么在中间部分 我们还分析了数据通路相关的一个内容 实际上之后数据通路那块 主要就是分成刚刚我们提到的两类 专用数据通路和总线形式的 这两种结构 这里有一个比较细节的地方 就是在使用专用数据通路的时候 可能是需要多路选择器 或者三态门来协助 它的数据流向的管理的 当然三态门在总线结构当中 也是有采用的 那么这一小节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